大家好,我是Yuki 你知道阿波羅13號嗎? 這是一個登月的計畫 登陸的一個計畫 那他們當時登陸月球之後 要回返航的時候 出現了一些問題 太空船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當時的這些太空人 他們曾經向美國太空總署 所在的休斯頓市 發出了一個訊號 休斯頓,我們有麻煩了 不過我把他改了一下 我把他改一下說 我們有了新麻煩了 什麼新麻煩呢? 各位,我借用他們說的話 把他改一下 什麼新麻煩? 各位,還記得我們之前講過 古代人 他們如果說沒有幫生物命名的時候 溝通的時候常常會有問題 對不對? 好,現在遇到一個新的麻煩 什麼新麻煩? 就是有了名字了 可是名字太多 名字太多也有麻煩 比方說 這隻蟋蟀 它在各地方就有不同的名字 比方說你跟他講 你跟人家講說 大陸人說 傻? 你說傻子啊 他們聽不懂 那你說蟋蟀 外國人跟你講 What do you say? 不懂 那你去跟 你去跟一些鄉下地方 只會講閩南語的 老公老婆 講說蟋蟀 或者講 Cricket 他們講 聽不懂 名字太多也不懂啊 然後 所以這也是一個麻煩 名字太多是個麻煩 所以 科學家們 分布在 全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們 有的是中國人 有的是美國人 有的是日本人 這些這麼各式各樣的名字 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 要溝通 也會有困難啊 所以就想 能不能有一個方法 給一個統一的名字 把生物給一個統一的名字 這樣子科學家們 才方便溝通嘛 對不對 好 那 有 有一個科學家 瑞典的科學家 叫林奈 他就想說 我們要把生物取一個 全世界統一的名字 那 他後來就 創立了一個叫做 二名法的方式 來幫生物來命名 那利用二名法 所命名的生物的名字 就叫做學名 好 那我們平常看到的 都是這張林奈的 老年的照片 嗯 其實人家原本也是比較帥氣的 好 好 OK 這是林奈 那他取 他創立的方式 叫做二名法 那 這個二名法所創立 所 依照二名法的規則呢 命名出來的名字 我們稱之為學名 同一種生物 在全世界 學名都是 同一個 好 他們就只有一個學名而已 同一種生物就只有一個學名 所以 美國人用 這個學名 日本人用相同的學名 中國也用相同的學名 哎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彼此溝通了 要不然我們剛剛講那麼多種 不一樣的名字根本無法溝通嘛 現在 利用這個 呃 林奈他所創立的二名法 為生物命名 然後全世界都只有 同一個名字 同一種生物就只有一個學名 這樣子就不會有問題了 哦 他 又有名字 而且名字是唯一的 哎 這樣子 方便溝通 然後又不會有一些混淆 好 OK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林奈他創立的學名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 那個學名呢 他是二名法所命名的嘛 顧名思義 他是由兩個名字所組成的 而且呢 這兩個是拉丁文 組成的 好 學名有兩個拉丁文的名字所組成 第一個字叫做署名 是一個家族的名稱 第二個字是種小名 是這種生物的特色 好 是這種生物的特徵 然後他是一個形容詞 好 OK 講到這裡 你一定會 嗯 滿臉問號 我的天啊 老師你說得很清楚 我聽得很模糊耶 好 沒關係 我知道 你一定會有這個困擾 我們自己來練習一次就好了 你就知道這個學名是怎麼來的 來 假設這邊有一隻猴子 呃 我們要幫他來定個學名 我們幫他定個學名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二名法 二名法 我們說他的第一個字叫做家族名稱 第二個字是特色 然後是用拉丁文所組成的 但是我們還不會那麼厲害 我們不會拉丁文 所以我們先用中文來幫他寫一下 然後之後再把它翻譯成拉丁文就好了嘛 對不對 好 OK 所以他學名 我們說第一個是家族名稱 第二個是特徵 好 那這個呢 是什麼生物 猴子嘛 他看起來不像獅子啊 也不是老虎啊 對不對 所以他是猴子這個家族的 而且猴子裡面還有很多小家族 有那種 呃 肺肺啦 然後呢 山蕭啊 這些 那 我們看到了這個 嗯 比較像是猕猴類的 所以他的家族 應該是猕猴這個小家族 然後他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仔細看一下 哎 比起其他的猕猴 比起其他的啊 各式各 日本猕猴啊什麼的 我他發現 我們發現 哎 他有一個特色就是 這種生物 他的臉好圓啊 臉圓圓的耶 所以他的特徵就是 臉圓圓的 好 所以他的學名就是 猕猴 然後 猕猴當中臉圓圓圓的這樣子 但是現在還沒完成 因為 我們現在寫的是中文耶 學名是要用拉丁文來寫 不過你不用擔心 你不會拉丁文 我也不會 好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只是用科學家 他們已經命名好的 我們來查一下 做一個練習 好 那 我們所知道的這個家族名稱 猕猴這個家族名稱呢 嘿 是 馬卡卡 好 他是 動物界 然後 幾所動物門 林掌木猴科 猕猴鼠 那 他是 馬卡卡 那我們講說 第一個字是家族名稱 是鼠名對不對 剛剛聽起來很模糊 什麼鼠名啊 其實就是他所在的鼠的名稱嘛 那他的鼠是 猕猴鼠 馬卡卡 OK 好 所以 我們就知道 第一個字 我們可以把它翻譯過來 馬卡卡 OK 那再來 臉圓圓的呢 嘿 這個拉丁文是 Saclopis 好 那 你說老師我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剛剛講過 我也不知道 其實這些是專門研究的 科學家 他們 他們還有學習拉丁文 他們才會這些 你不會 我也不會 我們不會拉丁文 所以 考試不會考你 幫他命名 我們只是 練習一下說 科學家是怎麼做這件事情的而已 好 OK 所以就這樣子定出來 學名 好 馬卡卡 Saclopis 那這是 呃 什麼生物呢 這是我們的 台灣 猕猴 我剛剛講 他跟日本猕猴的差別在於 他的臉是圓圓的 好 好 但是呢 還沒結束哦 好 呃 當時林奈還有一個規定 就是啊 這個學名呢 它是專有名詞嘛 它是 針對生物的專有名詞 所以呢 你第一個字母要大寫 專有名詞 第一個字母要大寫 好 那 呃 我們講 他的 這樣子 是一個名稱 所以 第一個字母大寫 就像我們之前講 中 哦 我們英文裡面 你看 講到名字的時候都大寫啊 哦 所以 第一個字母大寫 OK 啊 這是 第二個 不是哦 這邊不用大寫哦 只要第一個字母大寫就好了 好 再來 呃 我們可以用寫體 或者 私名號的方式來 讓 提醒大家 哦 哎 我這邊是一個名字 我這邊是一個名字哦 所以我用不同的字 我用 那個 寫體字或者私名號來提醒你哦 哦 啊 我們平常在 寫的時候 比方說 上課寫作業 或者考試的時候填充題 哎 你要寫寫體字 可能很多同學不會 所以你就把它寫正體 然後底下用尺 畫個私名號就好了 好嗎 好 所以 我們剛剛的學名還有一些沒做完的地方 哦 我們說 第一個字要大寫 哦 馬卡卡的m要大寫 再來呢 我們要給它加個私名號 哦 分開加 你不要 你不要這邊 都連起來哦 哦 要分開哦 哦 好 那這就是學名的寫法 這是林奈當時 他規定 的一個規則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子 沒有為什麼 就是規定 好 所以 呃 它是 我們把這個學名的規則 再說一次 好 第一個 它是由兩個名字所組成的二名法 嘛 就是兩個名字所組成的啊 第一個字叫鼠名 也就是說家族的名稱 哦 以馬卡卡來講 學名 以台灣米猴的學名來講 馬卡卡就是它的屬名 然後它是家族的名稱 好 那這個家族名稱呢 它既然是家族名稱 它是一個名詞 好 那 可以代表分類關係 因為是家族名稱嘛 好 那這個名詞是 我們把它翻譯成中文 它是 米猴 好 它屬於米猴這個家族 好 再來 學名的第二字 Saclopis 是 總小名 這是它的特征 好 這是它的特征 我們叫做總小名 那 呃 所以我們剛剛講 我們剛剛用比較容易懂的方式說 喔 這家族特征加 呃 家族的姓氏加特征嘛 那現在我們要用比較正式的 屬名跟總小名所組成 學名是由屬名跟總小名所組成 那 屬名是家族的姓氏 總小名是特征 好 那總小名是一個形容詞 因為它形容它的特色嘛 對不對 好 那 甚至也有可能是它的出生地啊 這些 那它是一個形容詞 好 那 以這個Saclopis來講的話 它是 臉圓圓的 意思 好 就是 所以 整個台灣米猴 它的學名就是 米猴家族裡面 臉比較圓的那一個 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好 這是當時 林奈它的 學名的 取名方式 那這就 後來科學家們就 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來幫生物命名 然後 彼此溝通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了 好 這是學名 好 那 那 呃 這一個題目呢 這邊有一個題目 好 你可以推測出 你可以從這四種生物推測出 這個拉丁文 對不起 我不會 我不會念 我不要亂念 以免出錯 你可以推測出這個拉丁文的意思嗎 好 你可以看得到 他們都有這個字 當作總小名 對不對 好 他們的學名都有這個字 那你可以從他們特徵推測出這個英文字 這個拉丁文的意思嗎 嘿 你有沒有觀察到他們都有共同的特徵 什麼特徵 就是 都尖尖的 尖尖的 好 尖尖的 所以 這個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尖尖的 沒錯 好 所以你看 我們把他的特徵 放在他的總小名這位置 然後呢 前面是他家族的姓氏 所以 姓氏加上特徵 欸 就是一個生物的學名 好 那 這 這個題目呢 是高雄桃園國中的曾文軒老師 他想到的 謝謝他 非常 非常有趣的一個例子 謝謝這個曾文軒老師 好 那 再記得 我們剛剛講到 鼠名 就是生物所在的那個鼠的名稱 好 我們的狗 家裡面養的狗 他是 食肉木犬科 然後他隸屬於 Kennis這個鼠 犬鼠 好 OK齁 來 請問一下 好 我們現在知道 全屬 他是這麼寫 好請問一下 下列何者是狗的學名 嗯 很明顯吧 學名的第一個字是他的家族名稱 是鼠名嘛 所以 只有3 可以選啊 其他都不對啊 對不對 好 好 那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呃 其他這幾個學名是什麼生物 好 第一個 是人類 他是 第一個 好 這是 充 這是人類 然後比較聰明的 所以我們說是智人 好 聰明的人類 那以前曾經有一些不太聰明的人類啊 所以學名就不一樣 好 好 那 貓 第二個是貓 好 Felix 你有看過一個動漫叫做 呃 你有看過美國一個漫畫 叫做 菲利貓嗎 好 可能是從這邊來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狗 他是 全屬裡面 跟我們比較熟的 住在家裡面的 好 OK 然後第四個是 海豚 好 這是 呃 狗的學名 你說老師 老師 這個字怎麼 不太一樣 跟我背的英文單字不太一樣 欸各位 我們講這是拉丁文喔 這是拉丁文喔 這不是英文喔 記得 這是拉丁文 不是英文 好 那 現在已經沒有幾個人會拉丁文了 所以你不會是正常的 因為我也不會 好 再來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這種海豚 在哪邊發現的 好像是 在中國對不對 喔 對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後面就是一個形容詞 可能他的出生地啊 或者他的特色啊 這些都是 好 來 那 我們剛剛講 學名是全世界統一的 所以全世界的狗 我們之前講過 全世界的狗可以彼此交配 生下 具有生殖能力的後代 所以全世界的狗 都是同一種生物 那我們剛剛講 林奈當時就對 同一種生物只取一個學名 所以全世界的狗的學名 都是相同的 不管今天是吉娃娃 全食犬 還是哈士奇 或者是狼犬 拉布拉多 他們外型雖然有很多的差別 但是他們的學名 都一模一樣 在美國叫這個學名 在台灣叫這個學名 在日本叫這個學名 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子才有辦法溝通 然後呢 全世界的狗 都是同一種生物 所以它的學名是相同的 OK 好 那 我們講說 這個學名呢 它可以表示 分類地位跟親緣關係 嗯 怎麼這麼厲害 學名怎麼這麼強 除了可以溝通之外 除了有一個統一的名稱 可以溝通之外 它還可以表示分類地位跟親緣關係 怎麼辦到的 嘿 拿個例子來做一下 你就知道啦 OK 好 這是狗 對不對 我們看到我們已經知道它的學名了嘛 好 現在右半 右邊 有一個新的生物的學名 你可以想像它長什麼樣嗎 欸 一看 我們看到 欸 跟狗同一個家族耶 跟狗同一個家族耶 那大概 樣子就可以想得到 至少不會是像獅子或者老虎的樣子嘛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想像到它的樣子了 好 對不對 所以你光是看到它名稱 你看到它學名 你就可以想像 你就可以知道它分類地位 你可以知道它的親緣關係 你可以想像它跟狗一定是有點關係的 好 OK 這是什麼生物 這是灰狼 好 它的樣子是這樣 所以你看 你是不是光是看到學名就可以稍微猜一下了 如果你對 你對狗的學名很熟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個學名 你就知道啊 一定跟狗有關係 所以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分類地位跟親緣關係啦 對不對 所以學名就有這個好處 好 那講得好像很神 其實也沒那麼神啦 其實我們人類的名字也是差不多 好 嗯 二名法可以表示親緣關係 這我們就知道沒什麼 沒什麼好奇怪的 但是各位 其實我們台灣人的名字也是這樣子啊 假設 因為我姓陳嘛 我用陳做例子 陳這個姓是從哪邊來的呢 他是周朝 有一個陳國 其實說以前的國家大概就是一個城市的大小而已啦 那當時呢 有一個所謂的君主叫做龜滿 這個字念龜 很特別的字 念龜 OK 那龜滿在陳國這地方駐守 然後抵禦西邊來的西戎嘛 那可是呢 他駐守到 他的子孫駐守到第十代的時候啊 被自己 被其他國家給滅了 所以龜滿的子孫就只好投奔到其他國家去啦 他們投奔到齊國去 那他們為了要記住自己是陳國的人 然後呢 以後想辦法還要回到陳國來 所以他們把自己的姓氏改名為陳 不再姓龜了 姓陳 你說老師 以前的人姓可以改來改去 對 他們其實當時對姓不是這麼 不是這麼重視 所以可以改來改去 好 他們改為陳 希望能夠記住自己是陳國的子弟 然後以後還要再回到陳過去 好 這就是最早的陳這個姓 那之後姓陳的人呢 都是龜滿的子孫 OK嗎 好 所以呢 現在我們有三個人 陳小豪 陳小美跟王小美三個人 欸 看到姓氏相同 陳小豪跟陳小美都姓陳 哎呀 八百年前是一家呀 你有時候可能會看到我們講說 欸相同姓氏的人八百年前是一家 原因就是這樣子 我們以陳來講的話 當時都是龜滿的子孫嘛 所以這八百年前是一家 沒錯 那當然這有個前提 就是沒有什麼入罪啦 沒有什麼領養 如果有領養的可能完全沒有血緣關係 姓氏雖然相同但是沒有血緣關係 那我們假設 我們先把問題簡單化 假設沒有領養 沒有入罪這種問題的話 那相同姓氏的人 確實在以前是親戚同一個家族的 好 欸 那你有沒有看到我這個例子裡面 除了陳小美之外還有一個王小美咧 欸 陳小美跟王小美他們名字都相同 代表他們可能有相同的特徵啊對不對 都很漂亮 或者呢 爸爸媽媽當時幫他們取名的時候 希望他們以後長得漂亮 所以 名字相同代表他們有共同的特徵 或者 家長有共同期待 或者其他的 喔 好 他們有沒有家族關係 陳小美跟王小美 欸 姓氏不一樣嘛 可能沒什麼關係 名字雖然相同 但是可能他們是沒什麼關係的 所以只有姓氏才能夠看出親屬的關係 可以嗎 名字是不行的喔 姓氏才可以 好 來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這下面這兩種生物是什麼關係 A 不同屬 同種 什麼意思呢 他們是不同屬 但是他們是同一種生物 好 意思是這樣子 B 不同屬 不同種 好 好 好 請問答案是哪一個 嗯 想一下 你看喔 他們這邊有個相同的總小名 那他們是什麼關係呢 好 用我們剛剛的陳小美王小美來看 我們先 先把這個問題先放下 用我們剛剛講的陳小美跟王小美來看一下 來 陳小美跟王小美 他們名字相同 但是姓氏不同 好 請問一下 他們這 這個是 A 不同姓氏 但是是同一個人 還是 因為已經不同姓了 所以他們絕對是不同人 A或B 應該是 B嘛 既然他們已經不同姓氏了 絕對不可能是同一個人啊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回來看看剛剛的那個生物的學名 來 請問一下 假跟E 他們總小名相同 但是屬名不同 請問他們是A 不同屬同種 還是B 不同屬不同種 就跟剛剛講 王小美跟陳小美是不同人一樣 欸 家族名稱不同 當然不可能是同一種生物啊 所以他們是不同屬不同種 好 好 就算他們有相同的總小名 但是他們就是不同種生物 可以嗎 好 啊這是 這個總小名是代表他們可能是在日本出 在日本被發現的嘛 好 OK 他們 但是他們是不同種的生物喔 好 那這到底是什麼生物你可能會好奇 好 好 他們 屬名不同就是不同種生物 好 這到底是什麼生物呢 各位 我們看一下 他們是分在不同屬的生物嘛 我們知道他 屬名所 屬名就是他所在的那個屬的名稱 所以他們已經分在不同的屬了 好 戒門鋼木 科屬種 那科有沒有相同 欸 也不同 好 他們他們兩個都屬於這個屬的 那他們科有沒有相同 欸 也沒有 一個叫做青科 一個是對蝦科 所以一個是魚類 一個是蝦子 完全不一樣的生物 雖然他們種小名相同 但是完全不一樣 好 好 那他們的木當然也不一樣啦 然後呢 鋼 還有門 都不同 好 啊這些 老師 什麼是疾鎖動物門 什麼是截肢動物門 欸不用緊張 我們之後會講 好 但是你可以知道 他們雖然有個相同的種小名 但是呢 但是他們 根本就是完全不一樣的生物 好 所以 我們看的是家族 屬名 好 那個種小名 只是一個形容詞 比較 我們在做比較 我們要看他們親緣關係的時候 我們看的是屬名 而不是種小名 可以嗎 然後 還記得 剛剛那個曾文軒老師的題目嗎 尖尖的 那四種生物都有尖尖的這個種小名啊 可是他們是完全不一樣的生物 甚至還有是 真菌類的 所以 你就知道 我們看的時候 看親緣關係 還有分類 分類階層的時候 我們看的是他的屬名 而不是看種小名喔 好 好 那跟我們人類是一樣的 家族名稱是重要的 陳 同一個家族的 八百年前是一家人 那 王小美跟陳小美 雖然名字一樣 就不是 就不是同一個人了 好 所以我們看的是屬名 看家族名稱 OK 好 那這是 青魚跟對蝦 OK 好 來 那我們來看幾個有趣的學名了 講到學名 我們看幾個有趣的 第一個 這個 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 屬名 就是荔枝 好 你看 而且 他的種小名 你還看得懂 有沒有 嗯 中國的耶 哇 中國的荔枝屬生物 OK 好 所以你看 拉丁文你也懂了耶 荔枝 中國的 所以你現在也懂了 OK 好 再來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生物 他的學名也很有趣 好 大手工 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屬名 跟他的種小名 竟然是一模一樣的 這科學家好懶 好 他是以他的學 以他的叫聲為學名 那所以 嗯 我猜測一下他的叫聲 應該是 這樣子的樣子 好 就是以他的叫聲為學名 這取名的科學家 呃 呃 婆懶多 中小名跟屬名用一樣的 好 這是有趣的學名 好 OK 來 那我們來看一看 講完學名之後 我們要講一個俗名 什麼是俗名 怎麼又多了一個東西 欸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學名之外的 所有其他的名稱 都叫做俗名 比方說我們之前講 我們剛剛做 舉例的 荔枝啊 蟋蟀 Criket 這些都是俗名 好 這些都是俗名 那他不是學名嘛 所以這些都是俗名 好 那學名跟俗名的區別 你就要弄懂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到底是學名還是俗名 這個其實我們剛剛看過了 第一個 他是拉丁文 然後符合二名法的規則 所以這個是學名 這是狗的學名 我們剛剛看過了 好 那除了這個由拉丁文組成 而且符合二名法規則 第一個字母 第一個字母 大寫 然後寫體或者 詩名號的 這些規則的 叫做學名 符合這些規則叫做學名 那其他的都叫做俗名 好請問一下 這個是學名還是俗名 Dog 是學名還是俗名 他是俗名 那西伯利亞雪橇犬 哇看起來好專業的名稱 對不對 這是學名還是俗名 一樣 他不是拉丁文寫的 他全都是俗名 可以嗎 好 雖然看起來好像西伯利亞雪橇犬 哇好專業的名字喔 但是他還是俗名 只有我們中國這麼稱呼 我們台灣這邊這樣的稱呼 其他地方稱呼的方式就不一樣了 好 其他地方就稱他為Husky 好 所以這是俗名 那俗名有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說俗名很難溝通 那其實俗名還有更大一個缺點 就是他很容易造成誤會 因為當時啊 人們在幫這些生物取名的時候 常常只是看到他生活在水裡面 就叫他魚 可是他跟魚一點關係都沒有 比方說鱷魚生活在水裡面 可是他不是魚啊 鱷魚啊 鱷魚就更奇怪了 鱷魚不知道為什麼叫做魚 這個就是鱷魚 俗稱的渡蟲 吃衣服吃書的渡蟲就是他 書蟲就是他 還有金魚 章魚 魷魚 甲魚 墨魚 鮑魚 山蕉魚 還有Jellyfish Starfish這些 都有個魚字 可是他們跟魚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那這個是甲魚就是憋 這個是山蕉魚 好 看起來有點像蜥蜴 但是它跟蜥蜴不太一樣 它是不同的 它跟青蛙的關係比較近 好 這些都不是魚 好 鱷魚 生活在陸地上的 鯨魚是哺乳類 章魚 魷魚 甲魚這些都不是 好 那Jellyfish是水母 Starfish是海星 OK 它跟魚都沒關係 好 好 再來 還有些生物 俗名就很容易造成一些誤會 那比方說 河馬跟海馬 這也不是馬 好 名字裡面有個馬 但是都不是馬 欸各位 反而這個海馬呢 反而這個海馬呢 它是魚 它是魚類 我們之後會講到 海馬是魚類 它名字裡面是海 有個馬字 但是它不是馬 它反而是魚 所以這是俗名的缺點 就很容易造成誤會 而且因為各個國家的俗名都不一樣 無法溝通 所以我們講 在生物學上 我們用的是學名 好 那比較一下學名跟俗名 學名的優點就是全世界 同一種生物在全世界就只有一個學名 絕對不會混淆 而且 可以從到 從它的 俗名就看到它的親緣關係 可是呢 它是拉丁文 我們不會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很難使用 那俗名呢 欸 反過來 它在生活當中 非常容易使用 我們平常講狗啊 貓啊 這些都是俗名 可是呢 同一種生物在各地的俗名不同 很難溝通 有些 dog cat 這些你可以 但是呢 鱼弄是什麼 鱼弄是日文 好 那也是一樣 你就很難了解了 那 而且還有 很容易造成誤會 比方說鱷魚啊 鯨魚 這些都不是魚 所以你很容易誤會 所以 學名的優點 學名的優點 對著的 剛好就是俗名的缺點 那俗名的優點 優點剛好就是學名的缺點 他們是兩者相對的 那 平常 平常生活呢 我們當然都是用俗名比較多啦 因為畢竟 拉丁文 現在沒有幾個人會拉丁文 所以 學名大概就只有科學家在用 那但是如果你想要研究生物的話 還是要用學名 因為 學名它是全世界通用的 絕對不會混淆 OK 好 這是學名跟俗名的差別 好 那我們來做一下練習 來請問一下 下列何者是 蘭富賢的 學名正確寫法 考試的時候會問你這個 你說老師我哪知道蘭富賢的學名 欸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考試只會考你哪一個是正確的寫法而已 好 我們知道寫法第一個字要大寫 後面的總小名不要大寫 然後呢 要寫體 所以 符合的 他們這四個都有寫體 但是大小寫有錯 符合的就只有A 這個選項是正確的 他第一個字大寫 總小名的首字沒有大寫 所以A才是符合的 好 你只要記得這個就可以了 你不用知道蘭富賢的學名怎麼寫 那個太難了 你只要知道他的書寫方式符合規則上就好了 但是他這個怎麼唸 真正怎麼寫 不用擔心 不會考你這個 好 再來 關於學名何者正確 A 同一種生物會不會有不同的學名 不會啊 如果有不同的學名 那就跟俗名一樣就造成困擾了 好 蟋蟀 蟋蟑螂 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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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不同的學名 就又無法溝通了 所以絕對不可能有這種情況 所以A不對 再來 B 第一個字是形容詞嗎 不是 是名詞 它是家族的名稱 所以是名詞 第二個字才是形容詞 C 可以表達出分類地位跟侵權關係 是的 沒錯 再來 豬 一個生物可以有許多學名 欸 這出題老師很懶惰耶 怎麼A跟豬一樣的答案呢 好 那當然也是錯啦 OK 好 所以答案選擇C 好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呃 這個 這是白痴燕歐的學名 請問一下 這個是 1 這是什麼文 我們知道 學名一定是拉丁文 好 所以這是拉丁文 好 那它的 前面這個字是白痴燕歐的什麼名 這是 這是 署名 這是它的家族名稱嘛 對不對 好 家族名稱所以這是署名 好 那白痴燕歐是 它的什麼名 我們講 學名或俗名 哪一個 是它的 俗名 好 所以我們講 看起來雖然好像很專業 哇 白痴燕歐耶 而不是隨便講個海歐而已 白痴燕歐 看起來很專業 但是對不起 它還是俗名 好 好 來 那就詞性而言 前面這個 俗名是什麼詞 是 名詞 因為它是家族名稱 後面這個呢 是 形容詞 是它的特征 OK 可以嗎 這是學名 你要對學名懂的 大概就是這些 好 再來 最後一個 對不起 還有 還有一題 我弄錯了 後面還有 來 底下有三種生物 請問一下 哪兩種生物的親緣關係比較接近 好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 來 第一個 馬跟乙 有相同的總小名 乙跟丙呢 有相同的屬名 好 請問一下 誰的親緣關係比較近 我們說要看親緣關係 是看 屬名 不看總小名 是看屬名 所以這個 親緣關係 乙跟丙 親緣關係比較近 可以嗎 好 好 那屬名相同 親緣關係才近 我們看的是這個 好 來 那馬跟驢交配之後 可以生下羅 但是羅沒有生殖能力 所以馬跟驢的學名 一樣還是不一樣 我們講馬跟驢 是不同的生物了嗎 好 不同種的生物啊 因為他後代沒有生殖能力啊 所以他馬跟驢是不同種生物 所以他們的學名 當然不會一樣囉 好 不同 好 好 北美灰狼跟東北狼長相不一樣 但是他們可以在自然的情況底下交配 而且生下具有生殖能力的後代 所以北美灰狼跟東北狼其實是同一種生物 所以他們的學名就會相同 好他們的學名是相同的 雖然外表不一樣 好但是學名相同 就像我們講狗 全世界的狗都可以生下具有生殖能力的後代 所以狗只有一個的學名 全世界的狗的學名都是相同的喔 好 全世界人類的學名呢 一樣不一樣 全世界的人類都是同一種 所以學名也只有一個 好 最後 來 我們上次看過這一題 好我們把上面的 把它填滿了 但是現在有其他的問題 來 我們現在知道梅 好 梅它有一個形容詞是木名 好請問一下它的學名是什麼呢 嘿 我們知道 它 屬於這個屬 梅是這個屬 所以第一個字就是它 第二個字就是它 OK嗎 所以 梅的學名就是 這樣子 我們把它列進來 就這樣 OK 然後它屬於被子之物 好 可以嗎 到這裡 好 我們看到 我們藉由這個生物的名稱 好 給它命一個 全世界唯一的名字 那它是由屬名 它的家族名稱 以及它特徵所組成的 所以我們看 如果你懂 拉丁文的話 你看到這個名字 你就知道 喔 它是哪一個家族的 然後有什麼特色 你就可以知道了 這是 生物的學名 全世界唯一的名字 生物的學名 好 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OK 拜拜